书名字幕君 最後一站就去了這個龜幽站 其實也不是很難來的 來看看一些動漫的角色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來過這裏 其實這裏也是一個多人來的地方 因為這裏有一個我們很出名的日本和角色 我待會再介紹給大家看 每個地方都會見到 派出所這個角色的一些蟲像或一些畫像 你都會見到這裏有的 它就有中文版的 有個遊客觀光的指南 你就可以跟著地圖 我們現在就可以跟著地圖 逐一去找每一個景點 它有15個 類似就是你沿著這個地圖 你就可以去到所有你想去的地方 這裏就是我第一次的地圖 在圓圈這邊呢 這裏就會有很多類似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可以繼續去找另外的點點了 然後我們就來到龜偶公園了 日本就是一個好的地方 香港的公園都這麼大 香港的小朋友來到日本 是很喜歡去公園的 尤其是我老婆 小朋友問我 你們香港沒有公園人 為什麼這些小朋友來到要玩公園這麼特別呢 原來發言我們的小朋友 真的很少去公園玩 我們去到第三、第四個景點 這裏就是阿良的休息地方 平時射王的地方 你看看這裏環境 在對面 對面已經有一個阿sir在射王 跟主角一樣 你看看這裏 這樣去到第四個銅像 叫雙斬刀手 即是三型阿良的銅像 這裏就有一個地圖 繼續去介紹一下其他景點的地方 我們就可以繼續去 去到比較遠的地方 然後我們會看到阿良的 阿良的銅像 其實她的銅像是看到這裏 銅像是超粉的 然後我們再去下一個地方 在這裡 在北口走一個圈 走到南口 就會看到第六個銅像的景點 對 然後我現在就打算直接去那個商場 因為這裡走過一個圈的 大概是八分鐘左右 那都到了 到了這個 龜幼派出所的 即是你像 冒險樂園的朋友 那裏面都有些 是 讓你進來拍照的 即是一些 Selfie的地方 然後是一個 海培的地方 還要再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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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